開心 手機 Hello 大家好 Philis at Sneekker Highway 又是我開箱文 今天想和你看的鞋就是3GO1 出的 Aaron Gordon 1 這雙鞋可以說是我最近測試的籃球鞋之中 我覺得我近期的幾雙印象比較深刻的其中之一 為什麼呢? 因為這雙鞋可以說是完全突顯了深奧道這個品牌 想表達他們自己有的一些思想 為什麼這樣說呢? 深奧道這個品牌是一個很厲害的品牌 很厲害不是說它很大 而是說它這個品牌是很有自己的風格 有些特點你會覺得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呢? 首先它是一個跑鞋起家的品牌 你會在美國看到有深奧道的跑鞋 而且它的口碑是非常之不錯 它在美國那邊有自己的設計 而且它設廠也有設計在台灣 在台灣的各大百貨公司 你都會看到深奧道的籃球鞋中映 應該是一個很有話題的人 因為它是一個入樽王 I mean 它是一個人民的入樽王 大家都覺得它應該拿入樽王 大家都會替它不抵 因為它收獲了兩次的入樽王 有兩次也很close 基本上我也覺得它應該是要拿入樽王 它拿到歷史最佳的入樽 I mean 那個入樽是你一望 你就會覺得是這件事 一個歷史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它跨過了魔術的吉祥物 但是最後它還是拿不到 一次就輸了給Liamond Lavin 另一次就是輸了給D-Ray 過程怎樣說我就不想說 因為相信大家都知道 再次多謝深一道的大支持 讓我去測試一對籃球鞋 可以在release之前測試 其實就多了很多東西可以跟觀眾說 受益的都是觀眾 其實我覺得你們都真的挺聰明 因為我覺得你們在看我的節目 代表你們會用這個互聯網 去搜尋一下那個產品到底合不合你 還有裡面有沒有稀債的成分 才去買那樣東西 其實是真的不錯的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去講一對鞋的科技 這對鞋有的科技是滿滿的 是真的多到數不完 我很怕記不完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我以我還沒看科技之前 直接去穿 直接去試的時候 我只可以用一個字形容這對鞋 就是穩 無論是Cross Over Jumpsuit 或者可能是Layup也好 你都覺得它是好運的 無論是上去還是落地那一下 當然它啟動速度很快 如果你要評它缺點的話 我也是那句 交水積比較多 而且重量方面 小小重 如果你的籃球鞋是有要求的話 我跟你說 基本上的重量 它是必然會存在 因為例如無論碳板也好 或者這個TPU板也好 其實都是有重量 你是完全要求它輕到好像 像一層不封 其實是不可能的 而這次它中底最主要的科技 就是這個VTEC VTEC是指三種科技混合而成 提升運動表現的一種科技 當中包括了這個NFO 全名就是NEO From Organ 還有這個Quib Balance Quib Balance 當中包括了 這個藍色透明 好像冰刀的固定片 還有這個Quib Balance 另外最後就是它經常用的科技 就是有Q彈Quib Balance 而NFO是一種比較軟的物料 所以它放在這個牙中底部之下的地方 令大家踩下去的時候 感覺是比較舒服和高彈性 而在NFO之下 它有Quib Balance Quib Balance包含了Quib Balance 還有這個透明的藍色膠片 這個透明藍色膠片 貫穿了由這個鞋的最後 還有到最前的地方 而且是陷入陷入陷入 所以令到整對鞋的抗扭性能 是非常之好 令到我們無論是怎樣走 怎樣跑 怎樣啟動的時間 都會有一種壓力存在 令到我們腳掌 不會有過度twist的情況出現 所以是起到一個很好的保護作用 在最後它才放在這個Q彈 Q彈介乎在Like Reax 和Azis的Gel中間 Gel的腳感比較硬一點 但是彈 Reax比較軟一點 但是不是很彈的 而Q彈剛剛好在中間 它介乎在那個感覺 有點像一個上海連高 那種煙韌的感覺 最後去到很深的位置 它都是會彈你回來的 這次加了這個Quib Balance 不用說 那個彈力不單是存在在腳的指頭裡面 也在整隻腳上都會體現不到 特別當你是前掌屈曲 想爆發 想推進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給你力 將你向前推進 令你像火箭一樣的感覺 而在這個NEO下面 下面呢就有這個抗扭片 包括就是Quick Bone和Quick Balance Quick Bone比較硬一點 而Quick Balance 只是負責幫你平衡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感覺比較 輕一點 還有那個彈力 是強一點的 而Quick Bone基本上是 因為你想挖它都挖不動 所以它只是一個骨幹 而抗扭片下面就有這個Q彈 最後才有它的外底 外底的名稱叫做Kia R.B 其實你不需要理解到它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 總之我跟你說 361的抓地力 一向都是非常好 你不需要太過擔心 內磨方面的話 基本上我打了幾次 是C都完全沒氣過 所以三落這個品牌 說真的除了做工之外 它什麼都很好 據我所知 這次它的設計 靈感來自於這個流冰鞋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線條比較鮮 有點像 就是流冰鞋的線條比較鮮 尖銳一點 你也看到它這次的線條比較尖銳一點 而設計師就是這個最佳小印 設計方面我覺得就OK 不過不實 但你會看到有深刻一貫的風格 比較像機器、手錶 下感比較重的那種感覺 另外大家可能會問 既然中底那麼厲害 先看看它的表面 表面方面我暫時還沒查到 這是什麼科技 但我可以跟你說 這隻表面很特別 它有些像LIKI以前 很喜歡做的一件事 就是將魚絲或鋼線積下去快捏 有些銀色的線 我相信是一些比較輕容易屈的鐵線 積在布裡面 令它整個銀性強化了很多 可能你擔心鐵線塞進LIKI裡面 都不夠行證 旁邊也加了很多不同的膠片 確保它整雙鞋是有足夠的支援 所以支援方面我覺得是完全沒問題 因為它這樣做的話 我想不到有什麼問題 它還要將TPU塞上去 你看到它這裡有一塊TPU 有一個Gordon Logo 然後是放在上面 令到你懷疑的時候 特別是Ankle位置 是比前掌更加穩定的 在Fix方面 第一件事想跟大家說 就是Size 是True to Size 所以大家買平時的Size就可以了 前掌方面是欺負到好處 我覺得是不窄 也不會過鬆 這些位置 包窄方面如何呢 我覺得就一般 不算包得很緊 但因為本身對鞋子的支援就好 所以包窄不是很緊 你也覺得 懷疑起上來 或者啟動的時候 都非常穩定 在透氣方面 我覺得算是不過不失 因為現在始終是冬天 我覺得測試起上來 很難告訴你它的透氣好不好 但我會看到 例如這個Lit 裡面摸出來 是密封的 但也有基本的透氣感覺 而在內側方面 你看到它的透氣孔 比較大一點 這邊也是 一大一點 所以我覺得透氣來說 它就是平常 如果10分的話 我會給它6分 或者7分 爪對力方面 絕對是excellent 以及非常之內磨 所以底部其實不需要多說 因為它已經做到這麼好 沒有什麼值得再補充 在提升空間方面 我希望深奧度 可以在下一代 在它的造工 特別是膠水積方面 以及用料方面 可以在Premium 因為現在摸下去的素材 除了這一個 這個 這地方之外 其實某部份的素材 我覺得都是比較 嚴格的重一點 例如鞋帶等等 但大家要考慮到 這雙鞋 其實只是在賣599 而且在雙十二的時候 還在賣509 所以以500元人民幣 換一對這麼多膠 這麼多TPU的鞋 其實性價比算是挺高的 另外就想跟大家講一講 還有我們這一個 Sliker Highway 日本超纖籃球 已經出了新一代 因為之前的射手籃球 那個工藝方面 比較有困難去做 所以就 跟工廠協調過之後 就停產了 希望可以再重新安排生產線 部罪再做好一點點 我也是一個做產品的人 我都希望自己做的產品 可以是最TOP 和最好 所以 價錢方面 一定會有些調整 但現階段 就跟大家講一講 這個比賽球 這個球是用日本超纖籃 而且重量 是跟回接近MBA重量 MBA的Sporting 上一季 就是624克 而這個球 就是610-620克之間 所以是非常接近比賽的重量 跟外面你可以買到 其他品牌的籃球是一樣的 因為外面很多其他品牌的籃球 其實都是低於600克 簡單來說 它就是不可以拿去比賽 是會影響到你那個整個Performance 所以平時你應該練習的時候 就用比賽重量的球去練習 這樣就最會幫到你 這個Logo是不是很漂亮 沒有前提的 買回一口吧 再次多謝深刻度的支持 也是那句 雖然鞋是他比 但我們的風格都是要有那句講那句 對鞋的確是不錯 但做工方面 我真的覺得無論是財口 或者膠水等等各方面 都是有待提升 如果各方面都可以提升 素材都可以改變 比較Premium的話 基本上深一度 你是沒有什麼可以挑剔 但你可以看到它 因為我從V2代到現在的進步 在短時間 可以有這麼大的提升 其實已經很利用過Logo 所以 這雙鞋我是絕對建議大家可以去買的 有什麼配色呢 據我所知會有一個 LA Sunset 有一個純黑色 純藍色 還有新年純紅色 很多都是純色 大家可以留意我IG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跟大家見 有什麼新消息的話 我會繼續在Youtube跟你們說 Bye Bye 個輩子 搖載 字幕製作人 阮曲 字幕著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